- 嗨 我是沈青月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一個漫畫家 他可以說是非常接近漫畫之神的男人 那漫畫之神是誰呢? 漫畫之神就是首種之寵老師 而這個是無庸置疑的 首種老師會被稱為漫畫之神的理由 並不是因為他的畫技有多強 或是他的分件有多厲害 而是因為他的漫畫帶給整個社會的影響 他不只推動了日本整個漫畫跟動畫的產業 甚至他的作品也影響了後代的許多大師 在日本漫畫界的影響力 貢獻跟地位都是不可動搖的 但今天要介紹的是一個非常接近他的人 這個人他有一部作品已經完結將近30年了 但這部作品直到現在 還能造就非常非常大的影響力 又連目前活躍的許多知名漫畫家 也深受他的作品影響 就算你沒有看過這部作品 你也一定聽過這部作品的名字 甚至就算你是個沒有在看漫畫的人 你也應該聽過他的名字 今天我們就來聊聊他的故事 他就是鳥山明 鳥山明1955年4月5日 在愛知縣鳴谷屋西北部的農村地區出生 這個地方叫西春日景郡 周圍都是農田 自然環境良好 雖然經濟不發達 但風景秀麗 氣候十分宜人 因為生活在如此淳朴愜意的地方 鳥山明一直有著樂觀純真的性格 但也因為在鄉村長大 從小的生活步調就非常的慢 所以讓他在成為漫畫家之後 常常跟懶這個字連結在一起 鳥山明從小家境就十分貧困 家鄉附近只有農田 完全沒有什麼給小朋友玩的設施 所以那時候他的興趣就是在紙上塗鴉 也因為貧困 所以他很常把自己想要的東西畫在紙上 當時的他並不知道 這個技巧就叫做 靈魔 所以為他之後的漫畫 奠定了很大的風格與基礎 上了小學之後 鳥山明也開始畫一些可愛的動物 不過他最愛畫的動物 卻不是一般小朋友心中的可愛動物 他最愛畫的動物是 星星 當時班上的一位女孩知道 鳥山明愛畫畫 讓他畫一隻可愛的動物給自己 結果鳥山明竟然畫了一隻星星給對方 這讓小女孩的心靈非常受創 鳥山明對星星的愛是認真的 他甚至曾經要求父母養一隻星星 也因為這樣 在鳥山明的作品裡面 我們到處都能看到星星的蹤跡 而慢慢的大家也開始知道 班上有這麼一位喜愛畫畫的少年 老師也常常將班旗布置的工作 或是海報比賽 通通都交到鳥山明身上 這時候的鳥山明也開始喜歡上漫畫跟動畫 他最喜歡的就是手種之蟲的漫畫 以及迪士尼的動畫 尤其是原子小金剛跟101中國 受到了這些作品的影響 使得鳥山明對於畫畫的審美感大幅進步 不僅在教室布置比賽得到優勝 在學校舉辦的各種美術比賽也經常獲獎 這也奠定了鳥山明的自信心 也讓他更熱衷於繪畫這件事情 時間飛快 鳥山明升上高中 在這段成長的歲月裡 雖然他依然喜歡畫畫 但他喜歡的並不是漫畫 鳥山明從大約小學四年起之後 就沒什麼再看漫畫了 嚴格來說他喜歡且更擅長於插畫 如果用來比喻 漫畫就像是一部電影 需要故事分鏡角色的種種要求下 才能成為一部好漫畫 而插畫就像是一張照片 需要的是畫工細節 創意以及充滿藝術獨特的美感 於是對繪畫充滿熱情的他 就讀了名古屋工業高中的美術設計科 在設計科裡 每天要畫的東西就更多了 而在工業高中的環境下 鳥山明開始熱愛並著迷於繪畫各種領域的 機械交通工具 因為發揮了從小訓練出來的離魔能力 加上獨有的藝術美感 當時畫的海報 還曾獲得全國高中部的美術大獎 時間來到1974年 鳥山明高中畢業 他並沒有繼續念大學 儘管父母當時反對 但他還是選擇進入社會直接工作 他在自己的出生地名古屋附近 進入了一家小型廣告代理設計公司 擔任了繪畫設計師的工作 這是一間鄉下地方的小公司 原本鳥山明還以為可以學到一些設計海報的工作 但沒有想到要接到的都是一些畫廣告傳單之類的工作 他覺得非常的無聊 也因為他散漫的個性經常拖欠工作 但也因為這段時間 他經常畫一些超市傳單或是物品物件的銷售傳單 讓他對於物件的繪畫掌握變得更清楚 而這樣朝九晚五的日子持續了三年 他也終於撐不下去 這並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他毅然決然的選擇了辭職 辭職之後鳥山明的生活品質大幅下降 這時候他只能靠著他的專業、兼職的作者、繪畫相關的接案工作 但他只是一個鄉下不有名的年輕設計師 案子當然不多 幾乎可以說是沒有收入 有時還需要家裡的接技才有辦法維持生活 而且這樣的他還把一堆積蓄拿去買新衣服 甚至從媽媽的錢包裡偷錢去買煙抽 如此頹迷的生活持續了將近整整一年 當然他的心底也十分的煩惱 難道自己的人生就要這樣過下去嗎 有一天 無所事事的鳥山明來到了一間咖啡廳發呆 他在咖啡廳裡面漫不經心的翻閱著店裡給客人閱讀的雜誌 翻著翻著 一本雜誌突然吸引住了他的目光 這本雜誌叫做 《周刊少年Magazine》 鳥山明打開這本雜誌 他突然眼睛一亮 當然他眼睛一亮的並不是雜誌裡的漫畫內容 而是《周刊少年Magazine》的漫畫比賽宣傳頁面 當時上面幾個大字完全吸引住了鳥山明 那就是 獎金50萬日元 看到這個數字 他心裡默默想著 太好了 我這麼會畫畫先參加比賽 我一定能順利拿到獎金 然後我就能成為漫畫家 接著再繼續連載漫畫 我就不用擔心收入來源了 懷著這樣興奮期待的心情 鳥山明馬上回家 一股腦的投入了漫畫的創作中 他先回憶以前最崇拜的漫畫之神 首宗老師的作品 開始練習建立故事架構 再運用了自己從小到大的經驗 以及設計科系的背景 將人物角色確立出來 這是鳥山明第一次 如此認真的創作漫畫這件事情 不過很可惜 天不從人願 鳥山明沒有注意比賽的時間 在接近完成作品的時候 週刊少年Magazine的比賽截止日已經到了 而下一次的比賽竟然還要等半年 除去幾乎花光的鳥山明 沒有辦法再存半年的時間 於是他馬上看看 還有沒有其他的雜誌有舉辦比賽 果不其然 這時他馬上翻到另一本漫畫雜誌 也有舉辦比賽 而且這本雜誌 甚至每個月都有舉辦比賽 雖然獎金只有10萬日元 但也不管了 先得獎再說吧 他沒有想太多 直接就選定了這本雜誌 這個看似不經意的選擇就連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最後將會成為這本雜誌的王者 而他的傳奇故事 也將從這本雜誌開始起航 他當時所選的雜誌就是 週刊少年Jump 鳥山明開始了他的投稿參賽之路 不過事情並沒有他想像的順利 投稿了幾次 他的作品都沒有被選上 在接連幾次的失敗下 他一漸漸的明白漫畫的世界 似乎並沒有他想像中簡單 在我們之前的漫畫家故事裡 也提到過許多知名漫畫家 在出道之前都會遇到伯樂般的編輯 沒錯 鳥山明他也遇到了 改變他一生的伯樂 這個人就是 鳥島何彥 鳥島何彥當時是週刊少年Jump的菜鳥編輯 有一天 他正在整理新人投稿的稿件時 突然被鳥山明的原稿給吸引了 但是吸引他的 並不是鳥山明的角色或是故事 而是鳥山明把漫畫裡的撞聲詞 像廣告海報般 用立體自來表現的方式 他覺得非常的有趣 而在細看了鳥山明的漫畫之後 他還發現鳥山明的漫畫很特別 他並不像一般的漫畫會注重劇情 角色魅力 反而去注重人物的穿著 物件的細節 跟整體的設計感 他的漫畫並不像是一部新人的漫畫作品 反而比較像設計師稿件 鳥島何彥認為這是一種很有趣的表現手法 馬上打了一通電話 聯繫了這個鄉下大男孩 並在電話裡對鳥山明說道 你的畫風很特別 雖然還不成熟 不過繼續努力的話 將來會有成就的 你再多花一些船給我 讓我來做你的編輯 成為漫畫家吧 另外 職業漫畫家的平均稿費 是一萬日圓一頁哦 而這通電話 對於鳥山明來說 就像是天使的來電 也讓他瞬間充滿了動力 於是他開始繼續創作了許多作品 並把稿件寄給鳥島何彥 但是他萬萬沒想到 鳥島何彥並不是天使 而是惡魔 鳥山明的稿件 不管寄出了多少 就被退回了多少 怎麼寄 怎麼退 劇情不有趣的 我退 人物沒特色的我退 畫風不一致的我退 超過截稿時間的我退 鳥山明經歷了將近 一整年時間的退稿時光 而這種作的原因 是因為鳥島何彥認為 鳥山明雖然很會畫圖 但在漫畫上可以說是零基礎 所以盡可能的 讓他快速明白 身為漫畫家 應該要注意的東西 的確 這大大的幫助了鳥山明的成長 尤其是鳥山明在 愛脫稿的問題上大大的改善了 於是 就這樣反反覆覆的交稿退稿 鳥山明身為漫畫家的功力 也慢慢的開始穩定 時間來到1978年年底 鳥山明終於刊登了 人生真正意義上的處女作 這部作品叫 《奇異島》 這是鳥山明第一次刊登連載 也是第一次拿到稿費 當時他非常開心 好像自己已經成為 超人氣漫畫家一樣的興奮 不過雖然成功連載 鳥山明認真開始學習漫畫 這件事也不過短短幾年的時間 在其他許多從小就立定志向 當漫畫家的強力對手競爭下 他的作品並不受到讀者的歡迎 鳥島何彥告訴他 雖然你的作品成功刊載 不過人氣墊底 《奇異島》是一部非常稚嫩的作品 你離真正的成功還很遠 必須要繼續努力 於是鳥山明持續努力 在1979年的4月 連載了第二部作品 這部作品叫 雖然這部作品比上一部作品成熟 但讀者反應依然低落 排名依舊墊底 這時候鳥島何彥有點看不下去 他發現雖然鳥山明的漫畫 都非常幽默有趣 不過漫畫裡的角色 幾乎都是男性 他建議鳥山明 要不要試試看轉變風格 可以嘗試以女性為主角的漫畫 鳥山明其實不擅長畫女孩子 甚至他根本就沒有興趣畫女孩子 但這使得他也沒有任何的底氣 去拒絕編輯一切的建議和要求 於是鳥山明在同年8月 創作了一篇以女性主角為主題的 歡樂短篇漫畫 這部漫畫叫 《少女刑警TOMATO》 鳥島何彥的建議果然有效 這部作品與之前的作品相比 人氣明顯提升 以女性為主角的方向 果然沒有走錯 所以在《少女刑警》完結之後 鳥島何彥強烈建議鳥山明 下一部作品也要以女性為主角 儘管鳥山明還是不太願意 但鳥島何彥每次給的建議 似乎都是正確的 他只能馬上開始嘗試創作 另一個以女性為主角的故事 這一次創作的女性主角非常特別 是一個戴著眼睛 有著大大笑容 非常可愛的小女孩 不過雖然是一個小女孩 但是她卻有非常強大的破壞力 這個破壞力將會用 沒有人想像得到的速度 征服整個漫畫界 這個小女孩叫做 《阿拉雷》 而這部作品就是 《怪博士與機器娃娃》 《怪博士與機器娃娃》於1980年 開始在周刊少年Jump上連載 故事在說 有一個偏僻的村莊叫企鵝村 裡面住著一位博士 他想要製造一個與真人一樣的機器人 卻意外製造出 與理想中不同的澤卷阿拉雷 於是開始了一段 天馬行空的有趣故事 原本這部作品 鳥山明跟之前一樣 只是想連載個十話左右的短篇故事 但沒想到人氣非常高 所以沒辦法 只能決定繼續連載下去 《怪博士與機器娃娃》 在當時的Jump上 可以說是一種特別的存在 它沒有主劇情 也沒有任何規律 這部作品有人類 有動物 有神仙 有妖怪 有外星人 並且全部都可以彼此溝通 這對讀者來說 非常的新奇 而鳥山明過往臨摹的經驗 也慢慢開花結果 在這部作品裡 可以看到各種新奇古怪的機器 雖然看似不實際 但構圖卻有十分精細 他也將許多獨特的幽默感 放在漫畫裡 例如一部漫畫的女主角 竟然喜歡玩大便 甚至是把編輯《鳥島和言》 也玩進了角色裡 是一部極度充滿創意 惡搞與想像力的作品 也因為如此 這部作品的受眾非常廣 無論是大人 小孩 男性 女性都喜歡 很快的 這部作品直接衝上了讀者排行第一名 是的 鳥山明成功了 它終於嘗到了沉迷的滋味 怪博士與雞七娃娃單行本出版時 大賣130萬冊 打破了《Doraemon》的單冊出版發行 120萬冊的記錄 但這些都只是前奏而已 1981年 怪博士與雞七娃娃的動畫 在富士電視台播出 動畫的播出 讓阿拉雷的名氣 轟動全日本 甚至收視率達到了一個可怕的數字 36.9% 這是什麼概念呢 就代表 當天日本有1%的人 都在看這部動畫 粉絲們直接把這一年稱為 阿拉雷年 而這些還不夠 漫畫第六卷出版更是高達 220萬 日本漫畫單行本 首次出版超過200萬冊 似乎再也沒有人能夠阻止鳥山明了 它的名字傳遍了全日本 就連完全不看漫畫的人 也耳熟能詳 那為什麼這部作品這麼成功呢 簡單來說 我覺得這部作品 同時集結了許多優秀作品的優點 像是《哆啦夢》 《蠟筆小星》 《櫻桃小丸子》 這些經典作品的優點 在《怪博士》這部作品裡面通通都有 它屬於一部無厘頭的搞笑漫畫 但是在笑點的背後 又有著單純的友誼或是愛情 並且又有許多充滿創意的發明 搞笑 溫馨 創意都有 並且這部作品無視所有規則 想畫什麼就畫什麼 完全跳脫現有的常理跟常事 這給了這部作品非常大的創造空間 除了這些之外 我覺得最特別的是設計感 鳥山明言格來說 它的底子不是漫畫家 而是插畫設計家 在《怪博士與機器娃娃》裡 我們可以看到好多充滿設計感的畫面 阿拉雷會換上許多不同且充滿設計的衣服 你也會看到各種奇形怪狀的機器 同時鳥山明的畫面跟許多漫畫家不太一樣 它的漫畫非常乾淨 甚至幾乎都不用網點作畫 非常類似美式漫畫的風格 這樣簡單的畫面 可以讓很多剛接觸漫畫的人容易上手 所以這部作品可以達到最大的受眾程度 而因為《怪博士與機器娃娃》的爆紅 鳥山明開始了當紅漫畫家繁忙的連載生涯 因為前期根本不知道可以請助手 鳥山明一個人完全忙不過來 還讓這部漫畫變成了家庭手工業 他會在原稿上畫插 然後請父母跟妹妹幫他把畫插的地方塗黑 當時他妹妹還很常塗出界 為了掩飾就不停地塗啊塗啊塗 越塗越多 最後就把人物的腦袋塗得很大 而在這段日子 也讓鳥山明終於了解到 身為一個週刊連載漫畫家 連載一部長篇漫畫作品 是多麼累的事情 他曾經透露過 連載的時候兩天只睡一小時 當時因為鄉下沒有上門的快遞 所以寄稿件都要開車到機場 把原稿用航空郵件寄給編輯 每次交稿開車的時候 都累到根本看不清楚號制燈的顏色 但幸好後來傳真機的問世 他就不用開車到機場寄原稿了 不過一開始 鳥山明是拒絕使用傳真機的 因為這樣子他就不能騙編輯說 我已經快把原稿畫完了 而鳥山明也透露他連載怪博士與七七娃娃的最高紀錄是 6天只睡20分鐘 通宵了4天睡20分鐘 再通宵3天 當然這樣的辛苦也換來極度巨大的金錢 巴拉蕾才出現不過兩年 1982年鳥山明的繳稅金額來到了5億3000萬日幣 是當年的全日本繳稅排行其他部門分類中的第一名 而在同年鳥山明也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媒體當時還以5億鳥山明的盛大婚禮 如此悚痛的標題報道此事 很多人認為這就是鳥山明的巔峰 但沒想到才隔了一年 鳥山明又打破了自己的紀錄 1983年鳥山明的繳稅金額來到6億4千萬日幣 這個紀錄到2006年因為日本禁止公開個資修法之前 這23年間都再也沒有一個漫畫家能打破這個紀錄 不過現在已經被韋田容易朗給打破了 是的鳥山明來到了頂點 但此時阿拉蕾的人氣卻慢慢開始下滑 1983年開始 怪博士與七七娃娃的人氣排名開始下降 甚至有時會掉出8名之外 鳥山明的身體也對於這種周刊連載模式開始感到不能負荷 他累了 他感覺他需要休息 趁著這個機會 他想要完結怪博士與七七娃娃 他將他的想法告訴編輯部 當然編輯部怎麼可能接受 不過在鳥山明不斷不斷的與鳥島河焰溝通之下 最終Jump終於同意讓鳥山明完結這部作品 但必須要在完結之後的三個月 再推出一部新的長篇作品 太棒了 終於可以完結了 為了久違的休假 鳥山明擠出最後一點動力 在這段期間 一邊畫著即將完結的阿拉雷 一邊創作一些短篇來尋找靈感 1983年底 鳥山明推出了兩部短篇作品 一部叫《奇隆少年》 一部叫《東寶大冒險》 《奇隆少年》是一部有著濃厚中國風背景 有神龍 功夫 卻也有高科技交通工具的漫畫 這部作品獲得了不錯的讀者反向 而《東寶大冒險》是講述男主角乘著宇宙飛船 來到一個星球冒險的故事 當然 你們也大概猜得到這兩部漫畫是哪部作品的原型 時間來到1984年 阿拉雷就像個彗星一般 極具衝擊的出現在讀者面前 燦爛耀眼 卻又轉瞬即逝 不過它的美好 將會永遠留在讀者的心中 1984年第39號的《周刊少年Jump》 《怪博士與雞七娃娃》迎來了完結 很多人覺得很不捨 也很多人覺得鳥山明很傻 但當時的我們都不知道 這只是一個傳說的開端 完結之後 鳥山明就真的只休息了短短三個月 接著於同年1984年的《周刊少年Jump》第51號 開始了它的新長篇作品連載 這部作品不只大大的影響了《周刊少年Jump》 也影響了整個漫畫界 甚至還影響了整個世界 直到現在都沒有一部作品能夠撼動它的地位 這部作品就是 《七龍珠》 七龍珠在講述世界上有七顆龍珠散落在世界各地 只要集齊七龍珠就可以召喚出神龍並實現願望 主角孫悟空就在這充滿奇幻的世界 開始了一段精彩的冒險旅程 七龍珠一開始使用了西遊記的背景 並且融入了在日本當時非常紅 也是鳥山明自己的偶像 成龍他的功夫電影為元素 是一部輕鬆有趣的冒險喜劇漫畫 這也是鳥山明所熟悉擅長的風格 這部作品一開始的反應並不差 畢竟鳥山明這個名字大家也都熟悉了 也一定會格外地關注這部作品 但儘管人氣不差也就只是不差而已 七龍珠跟阿拉蕾相比 簡直是弱爆了 曾經的王者現在只能默默地望著頂端 那麼當時Jump的頂端王者是誰呢 就是北斗神拳 北斗神拳於1983年開始連載 剛好就是怪博士與七七娃娃聲量往下掉的時候 硬派的故事跟畫風 讓讀者感受到強烈的視覺衝擊 很快就成為了新一代王者 楊道合眼看到七龍珠沒有像當初一樣爆紅 也感到有些交集 他開始跟鳥山明一些建議 就像當初要他畫女性主角一樣 而這一次他希望鳥山明可以多畫一點打鬥的畫面 不過鳥山明真的不太想 他希望他的故事還是能夠繼續維持西遊記的走向 畢竟他還是喜歡有趣搞笑冒險的風格 其實不管是阿拉蕾還是悟空 我們都能從這些主角看到鳥山明的個性 在農村成長的鳥山明 是個非常樂觀樸實不喜歡爭鬥的人 但不喜歡爭鬥也不行 人氣這時候已經慢慢的掉到第十名左右了 這樣下去就危險了 是啊 離開了成長的舒適地來到大城市 儘管不願意 但是這世界確實逼著你要握緊拳頭 戰鬥吧悟空 於是一個經典的章節就這樣誕生了 那就是 天下第一舞蹈會 天下第一舞蹈會是一個以擂台比賽為架構的格鬥比賽 雖然這種概念在武俠小說裡面早已出現多次 但以日本漫畫來說 在當時還是一個不算普及的概念 很快的 讀者就被這種有趣的比賽給吸引了 其中出的人氣開始慢慢上升 雖然鳥山明還是畫得不太情願 但人氣上升 心裡還是覺得非常高興 這時候 編輯鳥島何彥接到了一通電話 這通電話是他的朋友打來的 叫做哭井熊兒 是一名遊戲設計師 他們的對話差不多是這樣 欸 我最近要設計一款遊戲 你那邊有沒有漫畫家 可以幫忙設計遊戲人物的原型啊 哦 當然有啊 鳥山明知道吧 我是他的編輯 我幫你問問 哦 太好了 那就麻煩你了 喂 欸 我這裡有一個遊戲設計的工作 接嗎 接嗎 沒有辦法 我現在根本睡眠不足 哦 好的 我知道了 喂 鳥山明說他很有興趣哦 他想要接下這個工作 於是 在鳥山明嚴重睡眠不足的情況下 一款震撼遊戲機的大作 在1986年問世 這款遊戲就是 《勇者鬥惡龍》 《勇者鬥惡龍》是一款 可以輕鬆上手的冒險RPG遊戲 直到現在 在全世界的銷售數量 將近一億份 被稱為日本國民RPG 而核心製作人 枯井熊兒 音樂製作擔當 昌昌浩一 以及人物設定 《鳥山明》 後來也被世人稱為 《勇者鐵三角》 《鳥山明》一邊設計著遊戲角色 一邊畫七龍珠 伴隨著一次又一次的舞蹈會比賽 《七龍珠》的人氣 不斷地在提升 而在這之間 或是用半搞笑的方式 帶過的戰鬥 慢慢變成了有速度感 動感 流暢感的精彩打鬥 而在這時 《七龍珠》終於打敗了北斗神拳 《鳥山明》 再次登上了王者寶座 編輯部當然強烈的希望 《鳥山明》可以讓《龍珠》 完全成為格鬥漫畫 不過《鳥山明》 狠狠地回了編輯部 如果要把格鬥作為重點 就要讓悟空長大哦 當時的少爺將們非常傳統 認為改變主角外型是禁令 而且人氣好不容易變高了 怎麼可以隨便改變呢 不過《鳥山明》在截稿之前 故意有點叛逆的 把已經長大的悟空分鏡稿傳過去 那個時候要改也來不及了 頭痛的編輯部 也只能讓《鳥山明》這樣做 《七龍珠》166話 悟空變得成熟了 不只是悟空 《鳥山明》的畫技也更加成熟 這一次迎來了一段 堪稱為經典的打鬥 那就是 這也是《七龍珠》裡 第三次出現的舞蹈會 這屆舞蹈會 足足打了將近30話 橫跨漫畫四本單行本 其中光是悟空與比克的決賽 就足足打了一整本單行本的份量 可以說是《鳥山明》畫漫畫以來 最認真去描繪的一場打鬥 讀者萬萬沒想到 一部原本是歡樂有趣的冒險漫畫 竟然可以把戰鬥畫得如此激烈跟熱血 這場戰鬥 也是《鳥山明》最為滿意的一場戰鬥 他用盡了所有的心思在上面 悟空終於拿到了冠軍 《鳥山明》也滿足了 他想要完結龍珠了 他覺得他已經刻畫了一場精彩的陣邪之爭 並且有了一個足以交代的圓滿結局 而就在這個時候 陪伴他十多年的鳥島和夜 不再繼續擔任他的編輯 這讓《鳥山明》無法理解 更想要把《七龍珠》完結 但編輯部當然說什麼也不行 這時的Jump銷量 平均已經突破500萬本 比怪博士與機器娃娃時期 多了將近200萬本 而且《七龍珠》的人氣是居高不下的 說什麼都不能讓這部作品完結 在編輯部極力的勸說之下 《鳥山明》妥協了 他拿起畫筆繼續前進 只不過悟空已經是地球最強了 接下來要畫什麼樣的故事呢 他想起了之前畫過的短篇 《東寶大冒險》 不如把世界觀拓展成宇宙吧 於是《鳥山明》開始轉換成新的世界觀 並且加入了《賽亞人》的設定 這次《鳥山明》非常具有創意的設定 並且從這裡開始 我覺得《鳥山明》的漫畫 開始有了不一樣的東西 首先是角色個性開始有深度 雖然《鳥山明》之前畫的角色也有著情感 但大多數都是溫馨友愛 屬於比較合家觀賞型的 這些情感固然不錯 但並不會讓讀者留下深刻的感受 不過從這個篇章開始 我們可以看到一些不同樣貌的情感 譬如拉蒂茲的狡猾 貝吉塔的自尊 而讓我最驚艷的是 彼克與悟犯的感情 甚至可以說是 信尼 這些情感都是對人物比較深沉的描寫 再來 《鳥山明》的畫工又比之前更為精進 悟空與貝吉塔的戰鬥 有許多甚至拿到現在看 依然可以稱為十分精湛的戰鬥分鏡 我們來看一下一個短短的分鏡表現就好 這是悟空與貝吉塔戰鬥的其中一小段 讓讀者與貝吉塔的視角重疊 下一頁 一整頁充滿張力的一拳 因為前後完全沒有接續動作 所以讀者會感受到 這速度完全超乎想像 並且這頁的表現力非常好 好下一頁 這裡是我覺得非常厲害的地方 在進行了兩頁 如此有速度感的畫面之後 下一張圖並不是快速的出拳 而是時間停滯 這裡感受到了嗎 因為貝吉塔的懸空 並且在故意沒有畫什麼速度線的狀況下 反而讓速度變慢了 並且下一格的地方 也不是接續的打擊動作 而是一個讓悟空快速的繞一個圈 這是一種加速度的表現 然後下一格 才是充滿力量的不往上踢 好我們看完這短短三頁 到底厲害在哪裡呢 厲害在 他只用了幾格畫面 就把一連串的連續動作 製造了非常精彩的節奏感 給你們看一個電影畫面 你們大概就懂了 大概就是這樣的感覺 原本是一連串的連續動作 但是因為分鏡表現 可以讓動作有快快慢快的感覺 這也會讓讀者 隨著打鬥的節奏而沉入其中 而且我只是抓短短幾頁出來而已 其實整場戰鬥都蠻精彩的 並且很多視角都非常有想像力 等於是把空戰發揮到了一定的極致 當然因為有如此精彩的內容 七龍珠的人氣 上升到了完全無法退滅的程度 讀者們沒有想到在於 比克決戰之後 還能有如此精彩的篇章 七龍珠的動畫 第一部也順利完結 在關東地區 拿下了平均21%收視率的好成績 隨著漫畫的劇情 第二部動畫也接續播放 富士電視台完全想不到 第二部動畫將會給日本帶來什麼影響 並且還震撼了全世界 它就是七龍珠Z 七龍珠Z 就是接續七龍珠第一部的續集動畫 改編原作第195話至第519話的內容 於1989年4月26日在富士電視台播放 這部動畫最終在全世界超過80個國家防疫 七龍珠的人氣持續暴走 鳥山明也一步一步的 開始讓塞亞元的故事進入劇情的最高潮 傳說就此展開 故事來到了 福利沙篇 福利沙的原名取自於冷藏庫 Freezer 只能來講一個有趣的小事情 那就是關於賽亞人篇開始 角色的取名都蠻有意思的 賽亞人 是取自於野菜的日文 Yasai 反過來念就是賽亞人 既然是這樣 那賽亞人都是野菜人囉 沒錯 蔬菜兄弟 貝吉塔 Begitta 他弟弟塔布爾 Tarbo 合起來念就是 Vegetable 蘿蔔兄弟 悟空本名卡卡羅特 Carrot 烏蘿蔔 他哥哥拉蒂茲 Radish 蘿蔔 他們的爸爸 巴達克 Birdock 牛棒 拿帕 Napa Cabbage 大白菜 而青龍特戰隊也全部都是可以冷藏的食物或是奶製品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查一下 而身為宇宙的王者福利沙 當然是可以把這些東西都裝進去的冷藏庫 很多人把福利沙篇認為是七龍珠的最高點 的確 鳥善命在這個篇章 把所謂的戰力系統運用到極致 而且還開創了一個新的系統 那就是 變身 在這個篇章裡 許多角色都有著變身的能力 尤其福利沙竟然可以多段變身 除了變身 他的設定也十分有趣 雖然福利沙自稱宇宙帝王 是一個統治者 但卻非常有禮貌 無論是對手下或是敵人講話 大多時候都是使用禁語 這也是福利沙在日本非常受歡迎的原因 而鳥善命也在這個篇章裡 進行之前與貝奇塔一戰時也出現過的 調讀者胃口 這種方式就是作者會先創造一個艱難的局面 並且提早讓觀眾知道 主角A會出現並解決一切 但是就一直不讓A出現 反而讓B、C、D去處理 直到最後一刻 A在帥氣登場扭轉一切 這種安排劇情的方式 在很多文學作品或是電影都很常出現 就類似那種女主角被壞人綁架 旁邊可能還有炸藥 在最後一刻炸藥要爆炸的時候 男主角再突然出現英雄救魂的那種刺激感 而貝奇塔、克林、物犯與福利沙戰隊的戰鬥 就是非常好的鋪墊 而且是非常精彩的鋪墊 每一方都有各自的目的在進行一場激烈的攻防戰 不過這些戰鬥都只是為了等待一個人出現 不只是故事裡的角色 讀者們也在等待 等待一個新的傳說誕生在我們面前 他將會帶著金色的光芒降臨在這個世界 在超級賽亞人出現之後 齊龍珠的人氣整個爆掉了 不是像炸彈般的爆 而是猶如核彈般的爆炸 整個世界都為之瘋狂 想起小時候看到悟空第一次變成超級賽亞人 那種劇烈的衝擊感 就算幾十年過去了 現在還是十分強烈 是的 超級賽亞人讓七龍珠爆炸了 但是鳥山明他也要爆炸了 他已經非常的想要完結這部作品 他也非常的疲憊 在許多地方也開始展現他的懶 例如超級賽亞人的頭髮 是因為塗黑很花時間才設計成這樣的 福利莎也是嫌麻煩 造型才越變越簡單 的確在有些細節可以感受到 鳥山明老師累了 例如變成超級賽亞人這一段 這裡情緒轉折的節奏 我覺得有點怪 動畫呈現的節奏才是比較正確的 我認為鳥山明老師 當時已經沒有什麼心力再去創作漫畫了 是的 鳥山明自己也說過 他強烈的想在福利莎篇就完結七龍珠 不過這時候 也不是他說完結就能完結的 七龍珠的人氣 可以說是空前絕後 漫畫的總發行量 接近一億卷 是卷均超過三百萬卷的怪物級漫畫 而且這部作品的影響力 已經涉及到各大產業 如果鳥山明直接完結他 很多產業都會間接的受到影響 而在編輯部 再次努力勸說之下 鳥山明又妥協了 他再一次的拿起畫筆 又繼續連載了 人造人賽魯片 這個篇章同樣運用了變身系統 唯一不同的是 劇情加入了時空的概念 我在多年前重看這個篇章的時候 其實是很佩服鳥山明的 在90年代 竟然可以把時空的要素 穿插在一部戰鬥漫畫裡面 讓我十分驚豔 而隨著悟空越來越強 超級賽亞人越來越多 鳥山明也越來越累 這使得他幾乎燃燒殆盡 他絕對已經畫不出更厲害的戰鬥了 鳥山明持續的跟編輯反映 想要完結七龍珠 編輯部當然持反對意見 雙方堅持不下 最後鳥山明不讓步的決定 畫完下一個篇章 無論如何我都要完結七龍珠 帶著這樣的心情 七龍珠的最終篇 魔人仆物篇開始了 魔人仆物這個篇章非常的有趣 因為鳥山明帶著 因為是最後了 畫一些自己想畫的吧 這樣的心情 而原本他就很喜歡荒唐胡鬧的搞笑 所以這個篇章就有了賽亞謀面超人 搞怪的霧天克斯等等有趣的地方 整個篇章跟之前相比 多了許多輕鬆幽默的成分 而在這最後一個篇章裡 有許多我很喜歡的設計 例如悟空雖然可以變成超三 但卻不能維持長時間 代表了這部原本充滿無止境戰力的 幻想少年漫畫 開始加入了一些現實面 也讓貝吉塔整個人設 做了非常圓滿的結束 撒旦更是畫龍點睛般的角色 我個人覺得這個篇章是七龍珠裡面 情感最為飽滿細膩的一個篇章 而有別於之前的福利沙篇與賽魯篇 鳥山明把大魔王普悟最終變成了好人 或許在鳥山明淳朴的心中 原本就沒有真正邪惡的壞蛋 這個就是他所想要最簡單最純真的世界 而主角悟空在漫畫的最後 就跟一開始一樣 他至始至終都是那個喜歡冒險的少年 地球終於和平 悟空在天空飛著 他終於可以自由地去做他最想做的事 1995年Jump第25期 七龍珠迎來了終點 Jump在那年也達到了歷史最高銷售記錄 於當年的三四合併號買出653萬本 這個記錄直到現在都再也沒有被破過 而在完結之後 鳥山明也連載了數部漫畫 這些作品都是一些小短片 有的溫馨 有的感人 但是都不怎麼受讀者歡迎 甚至有很多的讀者都不知道這些作品 不過這些漫畫在鳥山明心中 都是無比珍貴的作品 而世人也漸漸淡忘這位漫畫家 不過七龍珠的熱度卻絲毫沒有退卻 漫畫完結後 東英動畫公司的七龍珠工作人員 富士電視台以及贊助商 都不能接受七龍珠的結局 雲鳥山明商討之後 於1997年在富士電視台繼續播放了 與摩文普悟最終決戰結束後的未來原創故事 這部動畫名字叫 《七龍珠 GT》 雖然這是一部背後有著巨大商業意義的動畫 但說實在製作並不差 以七龍珠的名號 在世界各地也享有相當高的知名度 尤其是能看到超級塞亞人寺 讓許多七龍珠迷都感動不已 時光飛逝 時間來到2015年 這時龍珠已經完結20年 儘管鳥山明在這之間只發表過幾部短篇 但光靠七龍珠也能讓他好幾輩子不用煩惱收入 七龍珠成為了鳥山明最主要的財富來源 其超過的市場規模估計超過5000億日元 即便龍珠已經完結許久 相關機構統計他的總收入也是高的嚇人 超過400億日元 而這名統計漫畫家的版稅收入排行 第一名是韋田容易郎的128億日元 而鳥山明就在第二名62億日元 雖然連第一名的一半都不到 但是他的這部作品已經完結20年了 只能說七龍珠帶來的效應非常可怕 而能讓他登上第二名的原因 也是因為七龍珠的新動畫 沒錯 2015年是七龍珠粉絲興奮的一年 這部由鳥山明參與製作 接續原作的正版劇情動畫就叫 《七龍珠抄》 這個消息一出完全震驚了全世界 但是因為全世界的高度期待 這部動畫也飽受爭議 例如作畫崩壞 或是並扭如七龍珠Z般的激烈血腥打鬥 但其實這部作品的內容 是比較符合鳥山明的 不要忘了鳥山明可是最喜歡幽默有趣的故事 的確《七龍珠抄》是針對年齡層比較低的 觀眾收看的電視動畫節目 但是也沒有忘掉從前喜歡龍珠的粉絲 雖然我一樣認為這還是商業操作 但這部作品也是盡力的打造成合家觀賞 並且充滿鳥山明老師風格的一部作品 2018年《七龍珠抄》第一部結束 雖然七龍珠的效應並沒有如之前般火熱 但依然掀起了一股不小的旋風 2019年《鳥山明》獲得了法國藝術文化勳章 這是法國於1957年設立藝術與文學的勳章 表揚部分國籍在藝術界貢獻卓越的人物 2020年七龍珠擔任了奧運形象大使 悟空高舉著奧林匹克五色環 他站在全世界的人們面前 他不只是一個漫畫角色 更是大家共同的回憶 七龍珠帶來的美好故事 將留在全世界讀者的心中 但很可惜的 這些美好故事在《鳥山明》心中 許多都已漫漫淡忘 在跟韋田的訪談中 《鳥山明》甚至忘記陶伯伯是誰 連在七龍珠時 在多少個想要完結的夜晚 拖著疲憊的身心 一次又一次的為讀者畫出了美好的篇章 七龍珠是《鳥山明》最成功的作品 但或許在老師心中 也是他一段甜美卻又艱難的詭異 基本上 我是把它結束了就故意忘掉了 必須放下以前的東西 但是都已經過了這麼久 還有人願意看它 除了謝謝 說不出別的了 真的就只有這句了 《鳥島合影》也曾經說過 雖然這只是假設 但如果在《福利沙篇》就結束的話 《鳥山明》或許能畫出第三部暢銷作品 它就是超越了那條線 才燃燒殆盡變成一片空白的 不過我覺得 能夠自在地畫漫畫 現在的老師 才是打從心底開心的吧 《鳥山明》 一個在農村長大的少年 當初只是為了想賺錢 踏入了漫畫的世界 他用他的純真 質樸 面對一切的考驗 就像阿拉蕾跟悟空一樣 無論面對什麼事情 都會用笑容面對一切 無論面對多邪惡的敵人 卻始終能保有最純樸的本質 也因為這樣的作品 才能帶給我們簡單又美好的童年 在學校的操場 變身超級賽亞人 對著同學發出龜派氣功 洗澡的時候 把頭髮抓成悟空的樣子 把手高舉著大喊生命球 跟朋友一起練習合體動作 這些畫面 不只是一段青春 更是珍貴的回憶 謝謝《鳥山明》老師 帶給我們如此善良美好的作品 你曾經在一段訪談說過 身為一個漫畫家 需要的不是忍耐力 而是健康 希望現在您能好好享受生活 健健康康的 做自己最喜歡的事情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跟大家說一個好消息 那就是明年七龍初超的 最新電影將會上映 雖然內容還必須保密 但是《鳥山明》老師也會參與製作 並且包括台詞 劇情都是由他親自負責 是老師投入全心全意的作品 雖然我認為這一樣是個商業操作 但是淺淺對不起 我真的很想要看這個酷東西 最後這裡再打個小廣告 喜歡在線上看漫畫的朋友 可以試試Bookwalker 6月7號前 人氣漫畫手機6折 新回緣首購 還可以再想7、9折 一本漫畫只要20、30元就可以買到了 用手機、電腦都可以非常方便的觀看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考一下 詳細網址我會放在你資訊欄哦 那麼我們就下集再見 掰掰 喔對了 我們影片每次開頭跟結尾 這個也是悟空的手勢哦 字幕話 字幕視聴